8月4日晚上,在成都举行的百花奖仪式应该算是娱乐圈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吧 沉寂很久的明星在这个时候都出来露面了 这个场面应该是很多粉丝都喜欢的一个场面 各位大咖都隆重登场,可谓是给足了粉丝福利 不仅是明星的装造,还有获得奖项的那些明星 粉丝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是否真的有实力将这个奖拿下 这场红毯盛典也是非常治愈的 各种明星大咖先后亮相 明星亮相,这晚为大新一改往长显眼包的风格 直接变成传说中的翩翩公子 一身黑色西装将她的帅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小童携手杜江亮相百花奖 一身淡绿色抹胸长裙 让人感觉到夏天的气息扑灭而来 而杜江站在女明星身边,就像是一个配角 主打的就是陪衬女明星的一个存在 张颂文自从饰演高起墙之后 就一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她带着自己的志愿军作品来参加这次活动 张颂文一身的蓝色拼黑色的西装 给人的感受是非常儒雅的感觉 跟个人的性格非常的相似 樱桃这一身就非常都有争议 网友对此也是一论纷纷 樱桃身穿深蔽珠光色的长裙 身上的装饰品不多也非常的精致 对比其他女明星身上的装饰品 这一身给人一种狠素的感觉 也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连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成龙大哥 都出现在了现场 可谓是让众人感到震惊呀 成龙大哥也是带着自己的新作品 来到了这里 并且公开表示在拍摄作品的时候 受到了成都方面的帮助 并且成龙还透露出这部作品 是一个关于保护熊猫的电影 在成龙大哥亮相的时候 还在手里拿着熊猫 既是成都的标志性动物 也是国家的国宝 更是成龙拍摄电影的主角 真是一件三雕雅 起身争议 在进入那场之后 明星们就开始进行社交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可是有非常多的小技巧的 张艺坐下之后 旁边就是樱桃 张艺跟樱桃简单聊过之后 就带着樱桃认识张艺谋导演 给樱桃拓宽演绎道路 介绍完之后 张艺跟樱桃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后 又看到鲍贝尔的身影 就赶紧上去打招呼 始终非常的谦卑 给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的低 在成龙大哥来到自己座位的时候 路过的每个人都给成龙打招呼 并且站起来表示自己的尊重 成龙在打招呼的过程中 就有两个人引起观众们的注意 这两个人跟成龙打招呼 并没有站起来 他们就是张颂文和樱桃 他们前面的那个世人是刘晓庆 就坐在座位上跟成龙握手打招呼 按照年纪的话 刘晓庆和成龙还要打三岁 刘晓庆确实是可以这样的 在成龙过去的握手的时候 只有他们两个人动都没有动 直接坐着握手的 这么面对前辈有点不太好吧 有网友就开始大胆开麦了 认为这两位演员不尊重成龙 甚至该有的尊重都没有 网友将握手的行为进行放大 被认为是不尊重成龙 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张颂文一直都是以谦卑出名的 这样的举动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有网友就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张颂文的教养是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事情的 很有可能是成龙按着不让起身的 只能说网友猜对了一大部分 事实就是如此 成龙到了稍微有点晚 弯着腰打招呼是怕遮挡住后面的摄像机 他看到刘晓庆坐着的时候 就没让这两位起来 谁知还没来得及跟后面的人打招呼 他们就已经站起来准备了 成龙赶紧打完招呼就回到看自己的位置上 只能多网友没有点过于细致了 将一些小行为过度放大 张颂文和樱桃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这点礼貌还是有的 否则怎么再生活下去啊 网友们也不必纠结这些小事情 应该将目光放在演员的身上 更注重演技方面以及演员本身的能力 而类似的事件在白玉兰的颁奖典礼上也发生过 王毅博和王阳 5月30日 一年一度的白玉兰奖公布了备受瞩目的入围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演员王阳凭借在电视剧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误为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然而这一喜讯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反而迅速引起了王毅博粉丝群体的不满情绪 王毅博的粉丝们纷纷涌向王阳的微博评论区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发 他们认为王阳在追风者中的角色只是一个男配角 可以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这样的质疑声在网络上此起彼伏 一时间成为了热门话题 粉丝们的不满情绪很快蔓延开来 不少网友开始怀疑这是节目组在进行暗箱操作 有意偏袒王阳 于是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了导演 纷纷跑到导演的微博下面进行质问 要求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面对粉丝们的汹汹气势 导演们感到颇为无奈 为了平息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导演们不得不发表声明 对王阳获得提名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导演们指出 王阳在追风者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虽然角色定位是男配角 但他在剧中的戏份和影响力并不亚于男主角 他的角色深度和表演张力都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认可 导演们强调 白玉兰奖的评选过程是公正透明的 每一位评委都是根据演员的实际表现来进行投票的 王阳的提名是经过严格评审程序得出的结果 不存在任何暗箱操作 尽管导演们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网友的疑虑 但王一博的粉丝们仍然对此持有保留意见 他们表示 将继续关注此事的后续发展 希望白玉兰奖能够保持公正 真正评选出实质名归的优秀演员 这场游题名引发的争议 再次将娱乐圈的粉丝文化推向了风口浪尖 如何在尊重粉丝情感的同时 维护奖项的公正性和专业性 成为了业内人士和广大观众共同思考的问题 近日 备受关注的中国电视剧白玉兰奖项评选活动 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据导演透露 按照白玉兰奖项的规定 他们分别为两位演员王一博和另一位演员提交了申报材料 人在评选过程中 王一博遗憾地落选了 对此 导演方面给出了解释 称申报过程中并未出现失误 完全是按照评选标准进行的 人在 这一解释并未能让王一博的粉丝满意 他们认为导演方面在推卸责任 对王一博的落选表示强烈不满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两位当事人王一博和另一位演员也纷纷下场发表声明 他们表示 尊重评选结果 并对导演和剧组的付出表示感谢 人在 王一博的粉丝对此并不买仗 他们认为王一博的这番行为是被操控了 要求主办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络舆论持续升温 不少网友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 有人表示 评选结果应该尊重专业评委的意见 粉丝不应过于干涉 但也有人认为 王一博在剧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落选实在令人遗憾 主办方有必要对评选过程进行透明化处理 以消除粉丝的疑虑 在这场风波中 白玉兰奖项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受到了质疑 不少艳念人士表示 此次事件暴露出我国电视剧评选体系存在的问题 呼吁相关部门对评选规则进行改革 以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选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和演员 为了平息舆论 主办方随后发表了声明 表示会对此次评选过程进行复查 如发现问题 将严肃处理 同时 他们也呼吁广大粉丝保持理智 尊重评选结果 共同维护电视剧市场的健康发展 尽管如此 王一博的粉丝仍对此事表示关注 他们期待复查结果能还王一博一个功道 在这场风波中 我们看到了粉丝对偶像的热爱 也看到了我国电视剧评选体系及待完善的现状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此类事件能越来越少 让真正优秀的演员和作品脱颖而出 不得不说 这所谓的饭圈文化也太严重了吧 靠着人多直接开始公开质疑导演以及官方的选择了 有网友表示 导演将两个都进行了申报 另一个没有被提名 不就是被淘汰了吗 非要弄得人尽皆知的地步上 不管是百花奖和白玉兰 都被粉丝们用放大镜来进行观看 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承蒙这件事就是一个误会 张颂文和樱桃也不会傻到在这种大场合 不给对方面子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